漏洞 充滿 每個人都是吃的 今次是開 我們來自JumpBUS的盤菜 盤菜呢? 幾十人份量的東西,怎麼吃呢? 今次是給大家驚喜 四人份量盤菜, 一齊看看有多多食材 我忘了先開箱給大家, 開了一半 但是為什麼呢? 這個是有些多了的食材 因為本身就是這個盤菜 但是盤菜都預計了你會再加食材 所以我們加了一些什麼 九磚豬大腸 又看到飯在現場你就知道是什麼 再加了這個 西班牙萬煮黑毛斷毒 這次讓我嘗嘗一下, 好吃 聽說這隻是熱賣產品來的 所以都試一下 這是什麼呢? 韓式辣醬 韓式辣醬是送什麼呢? 當然是九磚豬大腸 氣肉 盤菜 阿榮都很貼心 其實不單是盤菜 只要送這個雞湯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過冬菜 其實是要加湯 很好吃的 要煮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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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才會安心 嘩!很貴心 我們這樣拿給觀眾看 嘩!其實真的很大塊 這個盤菜 真的煮一煮煮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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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叉燒可以了 很喜歡吃 很香 很嫩 有蜜糖味 有蜜糖味 很重 這些叉燒多多吃 很嫩 基本上你吃盆菜裡面的東西 一定有 肥豬肉 雞 豬瘦 豬皮 蘿蔔 魚蛋 腐竹 紅爪 冬菇 這些全部一應俱全 當然好發菜 當然我覺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這個盆菜 不是我想像中那麼重 因為以前小時候吃盆菜 吃完盆菜喝幾杯水都頂不住 但這個盆菜的味道剛剛好 所以我們家人都很喜歡吃這個盆菜 你看看 兒童都喜歡吃 其實真的很多花菜 我吃了 我吃了 九轉 九轉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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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盆菜吃了差不多 你吃了九轉豬大腸 對嗎? 很辣烈 九轉豬大腸 我買了 點點醬 先吃一口 我吃了 你試試吃一條 再點一條 我吃了 我吃了 這盆菜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不吃飯 我看這個韓式辣醬 是剛剛配過芥辣醬 韓式辣醬 韓式辣醬是好吃的 這個韓式辣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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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看到 一層層的韓式 你已經看到 很有層次 很厲害 很難包 真的很難包 剪了醬一樓 這樣放了 就是十分鐘 好像是這麼韓式辣醬 其實近一兩年 我看到很多 人做外賣盆菜 因為以前的盆菜 當然是去吃的 我認識那些住元朗的朋友 他說我每天都會吃盆菜 我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我自己 計算這個盆菜 應該是人生吃第三次盆菜 對我來說 很驚喜 以前我覺得盆菜 是那些很滯口 肥肥膩膩 感覺上很不健康 但現在 像榮哥這個盆菜 包裝又精美 它的材料又好 其實你不會覺得 真的不健康 或者 再想心一點 才吃得到 一次盆菜 這件事 如果榮哥現在 繼續做我 我不會只做一次盆菜 那位Jeran K的觀眾 除了看完我們吃之外 你也可以自己買回去吃 在這條影片 留言 吃盆菜 不要加點 留言盆菜 OK 我立刻給大家 盆菜 盆菜 不用太多 留言盆菜 就行了 記得多吃一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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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